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食用部分的蔬菜 包括红薯 果果 山羊 土豆等 冬天 应季的根菜大量上市 这时的根菜既新鲜 价格又便宜 还卖储藏 与其他类蔬菜相比 根菜的农药残留较低 营养又丰富 冬季应该多吃 冬季养生吃 红薯中医认为红薯不需义气 健庇 强盛 红薯中含有较多的维生素A B C E 以及钾 铁 铜 锡 钙等食余种微量元素 营养价值很高 冬天吃些红薯 可以保持血管壁的弹性 另外 红薯中含有大量膳食纤维 能刺激肠道 增强蠕动 润肠通病 尤其对老年性便利有较好的食疗效果 有研究解释 红薯的抗癌作用 位列抗癌食品之手 冬季养生吃 山药山药冒不惊人 却有极佳的补气效果 山药含有淀粉酶 多分氧化酶等物质 有利于增强脾胃消化吸收功能 它的淀粉含量很高 可以为抵御寒气提供较多的热量 其所含的属于皂肝和胆碱 粘液质等成分 不但有利于肌肤保湿 更有防止心血管系统脂肪沉积的作用 冬季养生吃 萝卜萝卜是冬季餐桌上不可少的菜肴 俗话说 冬吃萝卜下吃姜 一年不用医生开药房 在瓦国民间素有小人参之美称的萝卜 可说是秋冬季节的佳品之一 生吃不仅可助消化 增食欲 还可去油腻 消食顺气 若是与其他食品搭档做成菜肴 又有不同的功效 萝卜与特有的腊味 生食可助消化 健胃消食 吃肉类等油腻食物后 生吃萝卜可谨逆 同时 萝卜还能促进胆质分泌 帮助消化脂肪 东西养生吃 土豆土豆和胃调中健脾义气 土豆中含有大量维生素B和维生素C等 对于治疗类溃疡 便秘有一定疗效 它还能够起到预防心血管系统的脂肪沉积 保持血管弹性 预防动脉周样硬化的作用 另外 把土豆切成薄片外腹 能很好地消除水肿 冬季养生吃 冬笋提到冬笋 不少人会吃药头 吃一餐笋 瓜三天有 实在是没啥吃头 其实冬笋的营养价值很高 素有金衣白玉 书中一绝的美玉 冬笋与春笋 夏笋不同 它生长在地下 尚未破土而出 营养价值也较高 它富含多种蛋白质和氨基酸 搭配各种肉类亨振 不但味道更鲜美 还可以清热介力 此外 它还富含膳食纤维 有助于通便 作者信息 安林林 国家高级公共营养师 中药师各位朋友 你知道哪些食物是根菜了吗? 或者你有什么健康饮食疑惑 需要我们的营养师为您解答的吗? 不妨在下方评论中留言 说出你的问题 我们的营养师江泽游进行回答 营养师江泽游进行回答 营养师江泽游进行回答